騎馬車 塞完第一點 其實我們周到的水域 是我跟我還是相超的 然後這些水域裡面 有很多遺下貝淚 今天這麼好 透光的時候逆光的時候 整個外面是旁邊的 外面這一圈 我覺得這段可能要剪掉 會太多了 我好像有看到 我不知道 在你往這裡 那裡 對啊 這裡很快喔 可以嗎 這裡比較快喔 對 對 從哪兒後的後面 後的後面 好多喔 我們稱作世界級的景觀 世界級了 這真的有 你看他從頭頭上這樣操作就好 好像就是有一種 為你來表演的感覺 每個城市都有東南西北區 而台南在台灣 享有古都的美城 而在台南 靠近西岸的地方 又有一個鹽糞地帶 這個鹽糞地帶有多好玩 我們今天就帶你來去看看 台南沿海地帶 擁有多樣化的景色 給人印象最深刻的 台南沿海地帶 除了是漁溫 應該就是帶有 深厚歷史背景的雪白鹽田了 最有名的當然是扇形鹽田 或是七股鹽田 但大部分的鹽田 都只剩下觀光價值 今天我們要去北門 那裡有個錦仔角鹽田 是現今唯一生產 台灣日曬鹽的鹽田 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鹽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也是民生必需品 人的身體呢 不能夠沒有鹽 但是鹽怎麼來的 北門這裡呢 它用日曬的方式 而且聽說它下面用的是瓦片 乾淨無瑕 晶瑩剔透 雪白的鹽 我們這次來看看鹽 是怎麼做成的 走 阿伯你今年幾歲 今85歲 85 你做鹽做多久 43年 其實你對鹽的了解 很親密對不對 我們正成功參軍陳映華 對 那個四季引進復健 鹽灘來教導我們 彈鹽 有三八 三十八年 就是 這邊都是一直是用日曬的方式嗎 對... 日曬 我們這是水車的 我們早上是水車的 剛才要給結晶使用的 就幫我幫我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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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 中水差不多 差不多的鞋子比較大 我應該穿鞋的 好 好痛 但是好好玩 好漂亮 這裡是什麼鹽 這裡已經就是 製好的了嗎 對 這已經是鹽了吧 對 留在這裡的時候 鎖起來要二層鹽 現在它的高度要不高 這還不高 要不高 要不高 它一吋 一台吋 這已經這麼厚了 對 那它一台吋 比較在上面 收起來 它結晶起來好漂亮喔 對啊 這裡好漂亮喔 刺腳踩在那個 整個鹽田跟瓦片上面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那個 鹽的結晶 然後它在下面沙沙的 然後很刺 但是那種感覺 就會讓我覺得 好像回到那種 最久遠以前 鹽工們在工作的狀態 他們也許在工作 就是像現在這樣 這好漂亮喔 阿伯 這些鹽現在是都會吃的嗎 會吃的 這天然的嘛對不對 都是天然的 天然的最好的 我們這個世界上 四種鹽最好最好的鹽 就是日曬鹽 對 這內面有鹿和礦物質 對我們的身體 很大幫助 好 可惜我們的成本那麼高 礦物質含量 非常非常的高 對 對 阿伯你平常是你會吃嗎 我來吃 阿伯實在是很嚴重 好厲害 好 這個 很鹹對不對 但是它會回甘嗎 有沒有什麼不錯的味道 有啦 有一點 好像有一種糖果有沒有 不錯耶 真的不錯耶 來 像吃糖一樣耶 錦仔角鹽田原本在2002年 結束了長達338年的曬鹽夜 後來為延續鹽夜文化 而將鹽場呼籲 圖伯伯更是前一代的老員工 所有致鹽的大小事 問他就對囉 我們這樣子我們這樣多久 要這樣吐一次 差不多多久 小星期五 要收一間 來三個到五個就大星期 大星期 三天收一次 三天收一次 所以阿伯 所以這一切 這種日曬鹽 我現在發現這一切 都還是要看天吃飯 日曬鹽它難怪 它會變成是鹽田 它還是跟田的概念 也還滿像的 因為像我們種田來說 它也有收成的時間 也有天氣的壓力 也有它成長的壓力 那鹽田也是這樣子 來... 豆花 我沒常吃豆花... 但我不知道吃豆花的 豆花是要用鹽 跟鹽有關係的 做豆花的話 就是用這一罐鹽鹽鹽 鹽鹽的話是高濃度的海水 高濃度的海水 我們要曬鹽的時候 就會把海水引進來 曬成26.5度 這個的話就叫做鹽鹽 那因為我們鹽鹽裡面有 海洋裡面豐富的礦物質 對 剛剛它遇到我們 豆漿裡面的蛋白質 就凝固了 對 就凝固 所以它可以變豆花 那首先我們的話 豆漿和鹽鹽 比例的話一定要是100比1 OK 100比1 那我等一下的話 就是做1000CC的豆漿給你看 就要10CC的鹽鹽 好 那我們再量 1000CC的豆漿 好 農村香 你們在這邊就是幫忙 告訴大家鹽怎麼來 對啊 推銷我們的鹽文化 鹽文化 對 因為現在台灣的鹽田 其實2002年基本上都廢塞 廢塞 對 廢塞 那我們這裡的算是 還有在量產 然後比較大的 產量還比較多的 然後呢 對 那如果讓豆花蒸出來 更漂亮 那我們會把上面的泡泡撈起來 再加一個內蓋 所以蒸出來才不會水分太多 1000CC大概蒸個20分鐘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 可以給你試試看看 好 所以這三種是哪三種鹽 這個是我們的鹽花 鹽花 它是要天氣夠乾燥的時候 它有極速乾燥的機會 它會浮在水面上 那這種鹽花它會比較白 比較乾淨 而且產量是最少的 最少的 對 難怪你要自演已經夠難了 又要再能夠配合著天氣有鹽花 那又更難了 對 OK... 可以吃嗎 這個 可以啊 可以 先試試看看 那因為它只有在 早上到中午的時間 所以它的口感不會很顯 對 因為它含量偏低 因為我們在收的時候 時間比較快 那這個 好舒服喔 煎肉啊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鹽花這樣 最高級的 對 最頂級的 這個呢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的二層鹽 二層鹽是什麼意思 二層鹽的話就是到冬天的時候 對 那夏天常下雨 它鹽巴就沒有辦法結到第二層 它叫做二層鹽就是因為 它鹽巴是在第二層的 新的讓它結在鹽層的上面 對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比較乾淨 那它的話 它就會比鹽花再鹹一點 因為它是在早上到中午的時間 酷 那它的話它曬的時間會再更久一點 好 可以 那你可以吃吃看 對 比剛才吃的鹽花 比剛才鹽花稍微 對 稀微的變化 就是它稍微鹹一點點 對 但是不變的是它那個甘味 好 這個呢 這個的話就是一年四季 你只要天氣好 你現在外面看到的鹽子 只要有太陽 意思就是只要有太陽它就會有了 對 一般日曬海鹽 粗鹽 就是一般烤蝦 烤蝦用的 那一樣是日曬海鹽 那都會有烤蝦子 那就是烤蝦子的多寶寶 那鹽花的話就是烤蝦子最多的 好 那我們豆花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對 用鹽乳做的豆花 讓它給你試吃看看 好啊... 它跟一般豆花的口感不太一樣 那這種豆花它會比較適合到豆香味 對 所以它... 這個是吃原味的 對 吃原味的 好香喔 沒有聞到嗎 就是... 對 可以聞到豆香味 而且也會比較滑順 因為如果像一般用石膏做的話 它豆花會比較平衡一點 這個就是人家最早以前的意思 對 古早味豆花 可以吃卡拉扒現場 有 豆香會很重 對 跟外面去上的豆花不一樣 跟石膏的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同 完全喔 好吃耶 好吃喔 好吃... 好吃... 人家說古早味就應該是這種 來自純淨天然的滋味 大概也是吸引圖伯伯堅持幾十年 還不願意放棄 致言工作的魅力所在 一般人來到金腳仔鹽田 請多拍拍網美照 但我們在這兒還有得玩呢 好 豆菲哥 你好 人家說出海靠朋友 歡迎 我們剛剛在那個鹽田那一邊 我問他說這邊有什麼生態 他就跟我講 父親還是有啊 有有有 然後就有人跟我們講說 你就來鹽香找油漬 他就想 你要帶我們去哪裡找生態 其實我們這邊生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真的嗎 因為我們這裡 鹽已經這麼濃度這麼高 二十八水已經到二十八度 二十六到二十八度了 沒有 那個是鹽田的部分而已啦 真的喔 其實我們周遭的水域 是其實是都是 有跟瓦還是相通 然後這些水域裡面 有很多魚蝦貝類 對 包括有一些像 蛤蟆 小吃藥 青木魚 還有一些瓦片 你確定有耶 真的有啦 也真的很少耶 很少 我知道 你市場可以買啊 市場是買得到 而且不便宜耶 這是我的私房景點 真的嗎 對 好 有這個 來 問一下 這一邊 我看下面這邊也有這種耶 我們在針發紙看到的瓦片 為什麼這邊也有 我們這邊是以前 以前整個景摘角 是有好幾組鹽灘組合合成 剛剛去看的那邊是 第七號鹽灘 就是現在還有在使用 是第七號 對 複育起來第七號 我們這邊是第五號 這裡現在是第五號 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把我們村子圍起來 一個聚落 所以以前有這麼多的鹽灘 但以前 以前這些廢棄的鹽灘 鹽場 那現在都變成 自然環境的氣息 對 我們算是一個 比較保育的一個 實地範圍 像我們遠方那邊 尤其是那個黑麵皮鹿 那個應該看起來像黑麵皮鹿 那個就是黑麵皮鹿 黑麵皮鹿 對 好遠喔 所以到北門這邊來的時候 它整個大針馬子 這環繞的四面這邊 然後把我們這個群子 對 包圍起來 對 螃蟹 還有什麼蛤蟆 蝦蟲 還有 這麼鹹 鹽度這麼高 還有 這裡面也有 好啊 那我們要怎麼抓 就直接下去用摸的 好 人家說那一句話 叫做蜂蜂 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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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種生物 這裡 這是我們這邊講的 端邊水母 端邊水母 對 它不需要去碰它 它沒有關係 不可能 不明的這個 對 有點像活動這樣子 最怕被水母打到 它會遮你 但是如果沒有毛細孔的地方 聽說是浮昏的 而且我們以前也有玩過 等我一下 我試試看 這邊算是 這也是生物在籍 這也是會氣嚴格的 它是它生物 大家懂得好嗎 我好像有看到耶 看到什麼 我是不知道 在你往這裡 那裡啊 這裡啊 大叔的防晒 可以再看喔 真的嗎 這邊 這邊 這邊要看喔 這邊 從那好的後面 好的後面 台湾第一點 等一下啦 下面有那個 應該是小螃蟹吧 我再讀一下 這個看得到的是不是嗎 那是蛤蟆被鳥吃掉的 哇 你看 你看 這個應該就一般的 這也是蛤蟆啊 這玩具怎麼這麼好 對 這個就是 這樣也有喔 可以把它洗一洗 蛤蟆啊 為什麼叫蛤蟆啊 你看 因為 仔細看一下 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你看它 然後你這樣平平看的時候 你看不太出來 但是你只要透過光 你看一下 透光的時候 逆光的時候 它會這樣 外面是紅的 外面這一圈 對 我們又叫做環蚊蛤 環蚊蛤 對 它長得比較慢 一般我們這邊 蛤蟆的飼養長得比較快 所以一般漁民他們都 比較喜歡養那個蛤蟆 就是我們講的蚊蛤 蚊蛤 對 可是呢 這個恰出來它殼也比較厚 待會我們回去煮一煮 就可以發現它殼比較厚 它長得比較慢 所以比較沒有經濟價值 漁民就很少人在飼養 甚至我們這邊都是野生的 才能管得到 好漂亮喔 架出一下 它這個是什麼島類 好多喔 它就是要組合 離下面的氧氣層 因為這邊其實 都讓它自然的去成長 去循環了 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剪掉 因為太多了 它接下來會不會這裡就沒有了 沒關係啦 我也是跟你們講 我有跟別人講 沒關係 自己村裡的人來 好多離 對不對 自己來抓 自己來來找 翹翹要生長速度的時候很慢 對 要找到這麼大 像這個都好幾年了 兩 三年了 因為這一整片都有 這邊都放會十幾年了 所以這邊的鹽度也很高 對 這邊就是淺海水 來 我看 二 四 六 八 十六 十六顆夠了啦 夠了 一人吃一兩顆就好了 不要把它吃完啦 以後留的你們城堡裡面還有了 那我可以來 那我明天再來轉 那些外人看來廢棄的鹽田 竟然是在地人的寶藏池 有志哥說 寶藏當然不會只有一樣 他要我趕緊去找紅爸爸 說不定有在地人 才吃得到的好東西喔 阿伯 阿伯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會收蟒 蟒蟒 你就是說蛇龍這種 蛇龍 陷阱啦 我來說蛇龍都是一樣的 你們這邊都說蟒蟒喔 有 說蟒蟒 我第一次聽到的 蟒蟒 裡面有什麼 收到那邊收起來了 哇塞 加菜 又可以加菜了 你要放多久 這個放 都找到在那個 蟒蟒裡面才會收 他這個需要看漲退槽放嗎 漲退槽放比較有疑惑 如果漲退槽水在流動 有在流動的時候 比較有疑惑有螃蟹 哦 哦 哦 懂了 欸 我忘了有看到耶 看到什麼 我不知道啊 在你網子裡啊 那裡啊 對啊 那裡啊 引大豬的螃蟹 哦 大隻耶 很大的 大的耶 阿伯你要小心喔 不要被它夾到喔 不會不會 在網子裡面 這樣有看有沒有 哦 起來起來 起來看 我們起來看一看 對 它速度應該很快 跑掉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咬咳力有多長啊 不會 你手不能運動 你動它會斷掉喔 它夾超緊的耶 手動會斷掉 它是一個防禦機制就對了 對 你把它放在裡面 我怕等一下把它熬弄斷 但是這個太大了 你知道阿伯 我為什麼說太大了嗎 因為我沒有這麼大的鍋子 怎麼辦 有啦 怎麼沒有那麼大的鍋子 有啦 我們的鍋子沒這麼大 鍋子就差不多有六寸就可以了 我們的就是還不到六寸 還有嗎 這裡又是 這裡有 它有一邊熬斷掉 我懂 我懂 出來看 你要是拍喔 這個嗎 今天就要劈才要拍喔 我拍 對 我現學現賣 馬上就對了 對 對 對 從後面 後面 對 從那後面 後面 我會打 我會怕 這邊算是 這也是算負債值嗎 這是廢棄原田 廢棄原田 廢棄原田 這是廢棄原田 前面有那個進水的水桃 那裡進水桃 對 進水的水桃 對 水桃都開著 開著它柱油進出 你現在如果你在那裡上 對 大家是在那裡現在的水桃 那兩天在那裡放鵝 就是在那裡 它裡面有鵝的鵝 有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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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它就在那裡了 對 就讓我們做這個 不本錢的生理 哇 你看大小差這麼多 那是砂工 砂工 那是砂母 這個不是砂母 這是村里巡 村里巡 那是村里巡 那 那我村里巡 那阿伯 我 你這樣這樣收上來 我跟妳買那隻小的 好不好 因為我大的 我大的鍋子 我們真的不夠大 OK 可惜了 你看 可惜啊 鍋子如果夠大 我們就買大的了 好嗎 鍋子不夠大 鍋子不夠大 帶著今天的收穫 踏著夕陽餘暉 我決定不浪費如此難得的景色 簡單地在池邊搭帳篷 與南千壁東的候鳥們為伴 這是多麼千載難逢的機會 是不是也該煮點什麼好料 犒賞自己呢 是有那種到哪就要吃哪 到哪就要睡哪 那什麼最方便 在野外最方便 帳篷一搭 桌子一擺 搞定 然後我們今天呢 欸 來到這邊 這裡算是北門嘛 我們有名的 鹽場 鹽 當然是不用擔心的 我們先來自己做一點點香料鹽 好不好 而且這裡一定要夠多喔 為什麼要這麼多 大家一定會覺得 會太鹹 但是不會 相信我 百里香 這就是我香料 巴西 巴西 豆蔻粉 咪咪咪咪咪 反正呢 香料鹽呢 我自己的感覺啦 就是你就把 你喜歡的香味 你就往裡加 敢吃辣嗎 我敢吃 可不可以 你等一下你要吃喔 你說你要辣的 我跟你講 然後這是新鮮的米 然後呢 我們把它喔 這樣 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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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然後呢 要這樣 好不容易 好 我們前面沒有加太多 這是我們這邊 吃雞餐的耶 今天的主角 吉媽 你就這樣把它擺在上面 這樣擺 這是他剛剛 剛剛我們這個 多姿哥 他爸爸把它們 處理好了 擺好了以後呢 再來 你知道為什麼要把旁邊的空間留出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放恰出壓 就是這樣 一切就等待時間 說時時差時快 溫度已經上來了 來我們趕快把恰出壓埋上去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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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著... 怎麼來讓它抱著下去啊 哇 鹽菊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 隨便弄都會熟 熟太快了吧 這個鹽是怎樣 好 這一塊再給它一點點時間 好 這就是野地裡的樂趣 我們要先吃哪一個啊 下廚藥 下廚藥喔 好啦居然應觀眾要求 你這麼喜歡看我吃下廚藥 喔... 喔...天啊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他說這個不只一米大一村 那一米大就可以村 對 這個場地 我們都自己 五毒栽松的房子 養一些雞啊 然後一些八哥 對 養八哥 對 台湾第一店 台湾第一店 欸... 它就這樣 唉唷... 好... 好吃喔 好吃喔 它比文革少了鮮味 但是它比文革多了一個甜味 很奇怪 你用鹽下去焗出來以後 它居然是甜的耶 真的 真的 我這樣講你們是不是不相信 是不是 你看 我們的坤哥 從昨天到現在沒有放棄過攝影集 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來 坤哥 不會太甜 對不對 好像 吃不太吃味道了 對啊 再吃一個 沒有 我自己想說我今天有做得這麼差嗎 你想再吃一個 有... 還有... 它那些香料的那些香味 有進去 對...對不對 而且它 鹽焗本身就是在保留 食材的原味的一種方法 鹽焗的方法就是保留食材本身 最完美的味道 但是呢 我們再加了一點點香料進去 它會多了一點點其他的風味 但是 原來食材味道還是保留住 那是滿厲害的 哇 刺嘴仔這麼好吃耶 滑嫩 甜 脆 主要它脆 它咬下去它會有那種 脆脆的感覺 先看看 喔 這就是剛剛這種野生的滋味耶 我的天啊 它是一個 堪稱完美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鹽焗蟹鹽焗蟹 為什麼會這麼有名 就是我真的覺得鹽焗配螃蟹是絕配 它現在有了義式的風格耶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加了義式香料 我的天啊 甜耶 甜到我想要飆日文耶 天啊 這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滿滿的膽固醇 來 順便教大家認識一下 這裡 這裡有個六角形的 如果呢 這個就是會造成你 也許太寒冷腹瀉的原因就是它 這就是 就是這個 要把它挖出來 這不要吃 我的天啊 這個 這叫我怎麼下得了手啊 阿龐這你不要啦好不好 這你不行 太鮮了吧 南台灣的太陽啊 南台灣的太陽啊 也是沒有在跟你客氣的啊 就因為氣候條件好 所以很多農作物在台南啊 也長得特別好 但位在鹽分地帶的將軍區 土壤鹽分高 也能種出好東西嗎 你好 你好 豆哥 你好 我是小豆子 我是立民 你好 將軍 將軍也是在鹽分地帶裡面 對不對 大家都會常常覺得 這邊就是鹽天多 產鹽 然後離海水近 靠海邊 這邊的土壤含鹽量 其實比較高 是的 而且它是沙子土壤 所以我們這邊種出來的東西 早上會差大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緊實啊 然後比較可口 而且還多甜 看看你背後的聲音 這個好像 某種香料的感覺 跟茴香的葉子長得很像 對啊 它其實是胡蘿蔔 我們將軍呢 是台灣的胡蘿蔔雞箱 胡蘿蔔也要種在沙子跟鹽土裡面 是可以被接受的 沒有菜味 懂了 所以可以種玉米 胡蘿蔔 還有什麼 那邊還有芝麻 好多喔 我們稱作世界級的景觀了 世界級了 這真的有 這真的有的地方 往下它從頭那邊拋過去 好像就是有一種 為你來表演的感覺 台灣第一點 芝麻 也可以在沿途裡面種 是啊 我們現在吃的芝麻呢 其實它這個果頰裡面 果頰裡面會有這個 它的種子 那現在你看起來是白色的 等到它成熟之後就是黑色的 這是黑芝麻 所以黑芝麻跟白芝麻是不一樣的 對 還有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去看 今天的重頭戲 蘆筍 蘆筍在印象中 一直都是餐桌上的配角 但在將軍區的土地上 卻是重要的主角之一 尤其種蘆筍的小農味蜜 還不到30歲 到底蘆筍有什麼樣的魅力 讓年輕人願意返鄉募農呢 東哥 我接下來帶你去找我們的 蘆筍農友 衛迷 衛迷 他在那裡 在哪裡 對 嗨 東哥好 你好 這農場是你的 對 你要在這裡發展好像 多麼偉大的包袱 其實是有點難度 那個難度其實還不高 但是真正有幾個人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聽到也會覺得 滿佩服的 這個是蘆筍 對 它怎麼是這個顏色的 我們這個場域有做紫蘆筍還有綠蘆筍 那蘆筍本身還沒照到陽光之前是白色的 白色的 對 紫蘆筍的品種 它是照到陽光會呈紫色的 那綠蘆筍 對 它是照到陽光是呈綠色的 綠色 白蘆筍跟綠蘆筍、紫蘆筍吃起來有差別的 嫩度 還有甜度 甜度 對 那紫蘆筍纖維會更少 所以會更嫩 因為蘆筍其實長的速度很快 很快 所以我會讓你們看蘆筍長多快 真的喔 怎麼看 對 這根 看一下 所以它 這兩根 對 明顯差很多 明顯差很多 所以這個是 這幾天的 這個大概是 大概一天左右 一天 這個呢 這個可能是第三天早上 就會呈現這麼長的 這是第一天 對 這是第三天 第三天就這樣 差這麼多 對 所以哪一個是可以採的 這個可以採的 那可以 那把它採下來看一下 好 可以啊 直接割就好了 直接割 但是我們會 好 沒關係 可以嗎 可以 好 看一下 來 這給妳 這個 這第三天 第三天就這樣了 但是第一天只有這樣 對 那第二天就這樣 第二天 第三天 它這個不只一米大一寸 那一米大很多寸 所以呢 也就是說蘆筍 它是長得很快 但不代表它很好收 好嗎 是 等一下洗一下來吃 這個現在就可以吃了 沒關係 因為我們蘆筍這個場魚 我們都是以無毒在中的方式 養一些雞 然後一些八哥 一些牛肺 對 對 八哥它會飛 對 它比較小隻 那它可以吃蘆筍上面的 上半部的蟲 那雞的話 可以吃下半部的蟲 所以確定這可以吃 可以 大口 大口的蟲 那你剛剛吃的這個花 你會帶點就是比較 草青味會比較重 好 待會你 好喝耶 越來越往下面吃 會發現越來越甜 好吃耶 鄭神 你昨天這幾個大餐 你不來攪攝影機 現在蘆筍讓你健康一下 自己咬一口 其實很好吃耶 這個 這一段比較甜 那味道 味道跟你剛剛花芒那邊的味道不一樣 最上面的味道其實 是帶點苦的 上面比較重 有一點點苦苦的 然後炒 像吃草一樣的味道 對 這個部分的味道就比較 就比較像是 清甜 蘆筍的味道 對 而且很嫩 就是嫩的 從那一口清甜裡 我看見了年輕農夫的夢想 更看見年輕人 不是單單只靠著老農夫的經驗傳承 還運用科學的方式來耕種 而立敏為了讓外地人更了解將軍 因此他在將軍經營食堂 結合像衛敏這樣的在地小農 發展一系列 從產地到餐桌的遊城 那剛剛採收的蘆筍 回到食堂要怎麼吃 怎麼玩呢 竹群我們今天要把這個蘆筍 你要拿來做紙 我們蘆筍是從頭到尾都可以使用的喔 怎麼用 它是可以折斷斷的 折斷斷的部分通常都是 這個地方我們會稱它為下角料 其實削完皮之後也是可以吃的 是嫩的 這洗過的吧 這個洗過了 但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有點纖維 因為這部分是 還滿多纖維的 對 沒錯 好牛喔 一般的話呢 是像角料啊 通常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把它拿來煮蘆筍 我們要把它拿來做蘆筍造紙 妳會從哪邊切 會 會大概是這樣子 抓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一整根 好多都被浪費掉了 對 所以這些是要 也可以拿來做蘆筍枝 也可以拿來做紙 對 沒錯 好酷喔 除了做蘆筍枝 造紙 還有做什麼 蘆筍漸層調飲 那我跟你講 我們等它煮的這個時間 我們先來去弄那個 好 沒有問題 走 我們主角蘆筍枝把它 就是用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做的那個叫 下角料部分 下角料 然後熬煮出來的 對 新鮮的蘆筍枝啊 它其實它的顏色啊 它其實是很清透的 現在啊 我們就把它加鳳梨醬 我才想說它是漸層的 所以不要在裡面太 攪動對不對 是 接下來啊就是加我們的冰塊 冰塊呢它有一個阻隔 阻隔它的效果 當你要淋上去的時候啊 千萬不要直接噗通下去 你要淋在冰塊上面 那它的顏色是慢慢的暈開來 會比較漂亮 好像在做一幅畫的感覺 對 酷喔 像這樣子 好我想要大概是這樣子亮 真的喔 嗯 這透光的感覺滿不賴的耶 對 而且你可以完整看到冰塊的形狀 是 好… 有耶 最下面… 好 然後等一下要加檸檬是不是 什麼時候加檸檬 現在就可以加檸檬了 有了嗎 紫色了 檸檬下去就變紫色耶 對啊 你看 好了…我的好了… 耶 你這個好像比較少女的感覺 夢幻的感覺 我這好像惡魔島的感覺 惡魔島的果汁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 現在煮好了吧 煮好了 好啊 煮好的下角料 就這樣放進果汁機裡 均勻打碎之後倒入紙漿 再用模具過篩 把多餘的水分瀝掉後 蘆筍紙的半成品就完成囉 而且我上次做其實 我會在上面加東西 對不對 沒錯 我們可能可以加蘆筍的葉子 你看 用手做的感覺 很不一樣 是 變成一張紙就很漂亮 你看看 完成一張 我人生完成的第二張 造紙 而且這個呢 你很有勇氣 就直接拿起來聞了 犀牛那個你會 我們現在呢要來去出海來去看一下北門這邊的戲湖 其實就是要去看燕歐 黑富燕歐晚上睡覺的地方 因為他們都站在那個磕棚架上面 好 我們隨便來去看看他們這邊養殼的方式 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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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梅子 那種掛起來那種的釣梅子 對 館殼 館殼 它是 館殼 那是因為水清至清的關係 它要比較清 第一清不清 清不清 你會燒 打頭 打頭就會死了 那那些鑼殼跟釣梅子 有什麼差別 鑼殼的水口就是曬太陽 你說的都館殼的 鑼殼的 有時候釣不到 對 那幾十四個字都淋水 淋水 淋水 不然那些鑼殼很熟 因為它都淋水嘛 它的鑼殼是比較多的 這個鑼殼是比較不會那麼多 比較Q 你說你可以跟我們介紹說 哪有心臟 有啊 我一天一開始聽到 要看牡蠣的心臟 我其實覺得屁啦 哪有什麼牡蠣的心臟 搞不好只是它在裡面 這樣蠕動的感覺 你就說那是心臟 因為整顆牡蠣 在我看起來 牠就好像是一顆心臟 有心臟的 對啊 我真的看不到 我真的看不到 沒有啊 沒有在跳 這位 牠坐在這邊 蚵仔散 不像牡蠣說好很明顯 對 其實牠現在就是 其實這個蚵仔 牠在這麼多人 我們整個 我們整個 牠在住這邊 我們說的被住的那個地方 對 牠在住的那個地方 對 對啊 這個 黑心臟的那個地方 我整個都看不出來 牠的心臟 但是是一樣 因為牠也是一個生命 牠就在這邊 牠就在這邊 怎麼說在這邊 好 那我來幫牠上 那給牠上來 有 有 看到了 台灣第一點 我看到在這裡 你要這樣子 牠不是 牠不是像我們這樣 浮動的 牠是透明的在裡面 就比如說這透明的 像那個水銀柱有沒有 水銀柱牠在裡面會這樣 有 真的 我沒有想過的時候 可以看到浮浩的心臟 好酷喔 好多喔 這個是叫做黑腹燕喔 對 因為牠的肚子有點黑色 沒有 我本來以為就是 黑腹燕鵝 好啦 看黑腹燕鵝 可能就 它是黑腹燕鵝這樣 好漂亮喔 而且這裡 數量幾 越來越多飛過來 牠們現在這種 補充感覺是在 好像是我們那種驗準有沒有 在超獵物的動作 牠那是超獵物 但我看不到空中 有什麼東西牠要吃 之前我們有問一些專家 他們是說這樣子 就是有一些稀釋效應 因為牠們在整群在飛的時候 可以避免天敵的烈死 對 而且就等於是牠可以 群飛可以減低風阻 你看怎麼樣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而且都不會相撞 燕鵝的速度 燕鵝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當 在我們沒有設計的情況下 牠能夠 好像就是有一種 為你來表演的感覺 黑腹燕鵝 牠們早上是飛出去密集 對 牠們晚上是回來這邊睡覺 站在柯架上面 柯架 一隻就站 對 有的時候牠們會把後面的 把牠推下去 另外一隻就把牠站了 那個滿有趣的畫面 對啊 這裡也算是 我們這邊的一個 特色景點 算是冬天的一個限量的 我們稱作世界級的景觀了 世界級的 這真的有 這真的有 你看牠頭這邊 超可愛的 有過帥 這是十幾年前 有志哥和爸媽們回北門 推動生態旅遊時 才意外發現北門的獨特景觀 的確也令人難忘 但有志哥說 接下來 為我準備了在地風味餐 會令我更難忘 今天又是一個叫做 吃當季 吃當地的概念 我們先來吃吃看你們沙公好了 這個沙公也是我們這邊 比較算是特別的 這個我們也都有把它切過來 來 吃大隻的 真的喔 那怎麼好意思啊 這個 這隻應該很好吃 真的 這個季節的螃蟹 在我們這邊 這個季節算是還可以 現在秋天會比較好吃 等下說秋蟹秋蟹 對不對 大隻 你看這個沙公這樣子 主要是牠的肉很鮮甜 對 那這新鮮的沒有 沒有其他的味道 餐飲機所以你可以吃到 女生沙公原來的味道 吳士哥 你在北門這邊 你從小土生土長 我以前跟爸爸在外面 做水田的工作 後來我也跟著回來 慢慢的慢慢的覺得說 原來我們的故鄉就是這麼美 有大自然 像一些得天獨厚的環境 包括有好幾萬隻的鳳鴨 對 還有田田濕地 這些都是 外地人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去體會 可是我在這邊長大 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裡就是我小時候的 一個日常 所以我對這裡就特別的有感情 像你們從小就來這邊長大 但你小的時候會覺得說 我們家旁邊就有一個 世界級的景點 人家台灣話有一句話 就是那個 金鵝起雞 金鵝起雞 曬眼那麼熱 誰會來看 這樣子也沒什麼 對 有什麼好看的 可是有出去外面 走一圈回來會覺得說 原來我們的互相這麼美 對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這裡外地遊客 他們來就是喜歡吃這個 野生的恰秋雞 因為恰秋雞 可能外面都有在賣 可是我們這裡的恰秋雞 因為是可能是 海生的關係 對 特別好吃 因為我們現在抓到那個恰秋雞 都是在以前 年度廢期的蒸發池 對 以前蒸發池 他們的黏土的比例 都是有喝過的 因為我們很少吃到 這麼脆的恰秋雞 我覺得它還會比較重 然後還有一個是 也是馬發池做的 對 這一道是我們的 這邊比較有名的 絲木椅香糖 但是它也有叫 豬肉沒有全部絲木椅 真的嗎 對 試一下 還有這個 這一道是我們這裡 當地的蚵仔麵線 它也是由我們 北人西湖 這邊的蚵仔 所以它沒有 欺負東西的那麼肥美 對 但是我們的口感還滿不錯的 不會 看起來也是挺肥美的 所以現在我就會 跟我的兒子講說 我們去住 去到哪裡玩 我們去到那邊 就像我們做節目一樣 吃當地 吃當季 掌當地的東西 對 你跑的地方越多 那你能攝取的營養 就會更多 更多元 對 像你們又願意 也算是青年回鄉 回來 我們願意 讓更多的人認識這個地方 但是北門我們有鹽餅 我們有這麼好的大集 我們的生態 我們原來廢棄的這些鹽餅 能夠有這麼好的生態 你在裡面還是可以找到很多的東西 但是 所有事情是取之不盡 用之不寫 只是看你怎麼做 你可以 不要拿那麼多 你可以拿你需要的 來看看這邊 把該帶的垃圾都帶走 OK 就這麼簡單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